好 明天就要投票了 藍綠雙方也把握了最後時間 要來拼場 前總統馬英九 今天上午在臺北掃街 他就分析情勢非常的緊繃 尤其重啟核四公投的議題 是最危險的 至於外界關注的新北市長侯友宜 以及臺中市長盧秀燕 宜蘭縣長林茲廟 在今晚確定不會參與國民黨 在自由廣場舉辦的民主守夜 至於民進黨方面 由總統蔡英文領軍 晚上會在距離國民黨陣營 大概五百公尺的開達格蘭大道 要號召臺灣隊站出來 搭上宣傳車 前總統馬英九 率領國民黨內大咖 發動南北夾擊 掃街行動 對於四項公投 藍綠多評估 作惡妄三 馬前總統又是怎麼看 行程考驗的還有國民黨晚間 在自由廣場舉辦的民主守夜晚會 新北市長侯友宜 臺中市長盧秀燕 和宜蘭縣長林茲廟都確定不會出席 我不曉得因為我不是主辦單位 其實我今天晚上在之前 中央還沒有在十七號有這個行程的時候 我已經有其他行程了 為了催出公投票 國民黨晚間在自由廣場舉辦首頁活動 同一時間民進黨也在凱達格蘭大道 舉辦臺灣驚慘出去活動 兩陣營相隔只有五百公尺 雙方較勁意味 相當濃厚 臺北市警方派出大批警力 在附近維護 交通和治安 民進黨方面有總統蔡英文 副總統賴清德和行政院長蘇貞昌 在選前之夜連跑臺北高雄 兩場晚會 蔡總統再拍影片吹票 發起落臺派號召令 一二一八一起投下四個不同意 一二一八公投 藍綠天王全員出動 就看選民如何投下手中的這一票 華視新聞 張獸紅 黃昭盛 特別報導